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印邊境衝突又再有新消息 根據印度時報的報導所說 中印雙方昨天在班公坐湖一帶進行對峙 雙方最接近的時候 距離大約有兩百米 不過其實雙方仍然處於各自的實際控制線範圍以內 究竟他們各自採取了什麼行動呢?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印度經濟時報所說 老解至少派出40名士兵 在中印邊境與印度一方對峙 而且每位士兵更加配備有特殊的武器 哈哈哈哈 包括了什麼呢? 說出來給大家聽聽 有木棍、魚叉、改良式的關刀和斧頭 好像在上演水壺傳 哈哈哈哈 那木棍最出名的是誰? 當然是十萬禁軍教頭 炮子頭臨沖 至於魚叉 有幾兄弟都經常用 分別就是 立地太歲院小二 短命二郎院小五 還有活鹽羅院小七 哈哈哈哈 改良式關刀 關刀就是青龍染月刀 那有誰常用呢? 當然是大刀關性 根據水壺傳所說 關性其實就是關公的後人 而且關性本人也是赤色的臉口 又有長鬍 身高有八尺五 堅定留要問思來暗截 最後有斧頭 斧頭最出名的是誰? 應該就是黑旋風李葵 哈哈哈哈 嘩 現在在這裡做什麼呢? 是不是要拍水壺傳呢? 噢 用這些冷兵器 實情是相距200米 如果說 以現代軍事的角度來說 當然是非常接近 基本上 能見到夠好的時候 你眼看我眼都是很近距離 但是雙方協定了說 不可以用熱兵器 所以其實200米 都是那麼近 那麼遠的 哈哈哈哈 因為你就算沒有這些 什麼 木棍魚叉 關刀 斧頭 你怎麼揮武 都沒有200米 是不是? 兩米也不知道不到 好了 如果你說200米 有什麼方法呢? 實情是投石機也好 你說古代那些 是不是? 你說弓箭 或者什麼 諸葛奴兵 根本上 200米也太遠了 唯一我想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三國演義女頭 其中有一幕 長板波那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嗎? 這個燕仁張飛 厲害了 他就渴斷長板橋 哈哈哈哈 那你說如果相距200米那麼遠 有差不多的測渴能力的話 相信 都會令到對方深膽驅裂 那你就好過用這些 什麼木棍魚叉 這些是做什麼的? 是道具還是怎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真是好搞事 另外 根據今日印度所說 印軍佔領了三個仔高點 老解 陣地很難守得住 這個又是駁斥了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他前陣子就笑別人 說你在中印邊境佔領仔高點 有什麼用呢? 在現代軍事角度來說 現代軍事角度當然沒用 問題是你現在是玩水壺轉 哈哈哈哈 其實就是很有用 變成老虎的理論 就有多少無效化 事實上是別人佔了 你說別人沒有用 你不佔又有什麼用呢? 另外我們又看看一些官媒 有關於西藏軍區的報導 實際上他本身想是販賣瘟情的 但是呢 我就讀一些內文給大家聽聽 其實多小反映了這個 邊區的軍人虎放 其中一篇就是中國青年報的報導 標題就是高原衛士 紀西藏軍區某邊防團 李枝樹邊無飯年 李枝就是日客則的一個村落 這個李枝樹邊無飯年 就是住宅位於海拔4560米 日客則市的馬泉河畔 過去受到條件限制 官兵只能夠飲雪水、河水和雨水匯聚而成的井水 水中的窟和坤等的礦物質含量超標 味道苦涵 長期飲用這些苦水 使得士兵們普遍患有牙齒脫落和脫髮等症狀 這就是這篇報導所說的 另一篇新華社報導 就是西藏軍區李枝樹邊無飯年 的強軍故事 那個軍醫所說的說話 又透露了一些端藝 這個軍醫李向勇就說 他說不少官兵都患有腸胃病、關節炎等等 但是關於中城的檢驗 就是全部合格 他透露了 其實官兵不太適應高原的環境 所以 你現在找軍人 其實有很多都是外省 不是本省籍 不是西藏人 很多都是 變成水土不復 那你怎麼打呢 其實在這個 反賣溫情的官宣當中 透露了軍人苦放出來 而且又被人佔了制高點 那你老虎又有什麼說法呢 我也想聽一下 中印邊境西段就有衝突 但是南段就是藏南地區 也有一個邊界 那裡就相對和諧一點 根據今日印度的報導所說 印度駐藏南地區的軍隊 在星期一的時候 就向中國歸還了十三頭的荔牛 和四頭的小牛 這批牛在上個月底 就是善闖了印度領土 印度媒體開頭就私疑 說這批牛隻 究竟是否被 老解當作間諜之用呢 就調查一下 究竟這些牛隻身上 究竟是否有配備什麼 電子設備 似乎根據他們的調查 結果所得就是沒有 所以現在就向大陸歸還了十七隻牛 哈哈哈哈 實際上來說 在動物裡配備一些電子設備 就不是罕見的東西 甚至乎海洋生物都試過 但至於你說 這十七隻牛有沒有東西呢 人家查過、量度過 都不發現有什麼電子設備 就沒有了 證實了這十七隻牛是無辜的 現在就回到大陸了 但你回到大陸 就可能不知道會不會變成食物 哈哈哈哈 這些姓牛 其實就如果 你查到它沒有什麼電子設備 應該拿回印度的樹羊 好了 最後就講一下 關於我們本地的情況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發言人 剛剛就宣佈了 是成功售出了 位於壽山村道三十七號的宿舍地段 由行龍地產以二十五億六千六百萬多元 是投得的 相當於樓面地價每平方呎 大約是五萬四千元 是屬於市場預期的下限 實情 旁邊的壽山村道三十九號 在兩年前 以五十八億 賣給華潤置地 似乎現在是低了一半的價錢 好了 另外 還有一件事要大家留意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物業以交吉形式出售 不設售後租回的條款 實情 在五月份的時候 根據所有報道所說 都說業主將會採用售後租回的形式出售 現在索性就不用了 賣了給你 賣斷給你 不用賣完之後又租回這麼麻煩 即是斷捨 這已經是一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就是 當時市場估值大約是港幣四十億元 現在25.66億都照賣給你了 即是低過原先的市場估值 都賣 那為什麼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要賣得這麼急呢 究竟是他們要急於離開香港 是不看好香港的樓市 還是原來不是 通通都猜錯了 其實就是 恆隆地產金鋪都撿到損貨了 這樣呢 恆隆地產就說 高興成功投得到瘦神山的地皮 他們就說 這塊地是屬於市場罕見的 作價合理 投地純粹出於商業考慮 是公司對香港前景投下了信心一票 哇 這一票都二十幾億的 但其實 老實說 對於那些地產商來說 25.66億 有哪一個是出不起呢 尤其是四大地產商 這次美國成功出售這塊地皮 究竟跟特朗普的十月驚奇有沒有關係呢 我們就真的可以拭目以待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